下面我们来学习乙腺癌 乙腺癌在外科学经常考大家 但是在病理学大家注意 虽然职业医师助理医师都要去掌握 但是在病理学界的目前位置很少考到过 在我印象当中 他要求你掌握病理变化 过散途径,临床病理联系 好,我们首先来看病理变化和病理内系 整个病理内系把异腺癌跟着它的部位 分为一头部的一头癌 体部癌,尾部癌 或累积整个异腺癌的全异癌 其中以异头部的癌症最多借 大约占所有异腺癌的60% 由于异头癌最多借 所以肿瘤化身之后 那么就会以牙脱胆转的下降 导致放弹 所以很多病人都是以 无痛性荒弹的形式来看病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手准性 是为什么它用于掺受放弹 好了,疑体癌,疑瘟癌 那么它除了长得很大的挽 现在会在牙脱单种下降 引起荒弹 所以那么它就证的时刻就比较晚 因此预后就比较差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病理内型 那么病理内型包括肉眼关 近下关 首先看看它是肉眼关 肉眼关就是大体标文 大体标文可以看到一头癌大小不移 大的可以很大长得几次公分 二十公分三十公分 小的可以很小一两个公分 哎,心态大小不移 那么这个肿瘤成硬性结结 投出一线表面 大家注意假如从硬性结结 投出一线表面 那么我们外科医生 进去开刀的时候 就很容易找到这个牛子 有的是什么 不投出一线表面 长在一线的实质里面 那么你就不容易找到这个牛子 即使你抛肤探查 也很难找到 你家这个一线癌 只有一公分两公分 藏在一线深深的一线里面 你找得到吗 找不到 所以有很多人在书中把一线癌都误整 就这个道理 并且这种一线还有种疾病 什么叫慢性一线 慢性一线大家都知道摸到来也是也是硬结 好了你究竟是慢性一线的硬结 还是这个一线癌的硬结呢 接见了 在临床很难有区别 你说我去个活检宽除切片就不行了吗 但是一线带一个特点怎么样 你先一切切了这个省上的他的医馆 即使个小的医馆 都会导致最后什么遗漏 一线的一夜 留到哪人难得哪人最后因为要他的命 所以很多人大家注意 特别是男同学将来当普通外科医生的 或者一线外科医生的医疗注意了 一线不是个什么好玩的东西 有很多人就像普通的牛子一样 你说这一个一公分的牛子吗 我给你取下来送个活检不就行了吗 错 你挖这个一个一公分的小牛子的时候 很可能到这小医馆身上最后遗漏 遗漏了之后最后怎么样 刚开始一点点最后这个遗漏 留到哪人难到哪人最后怎么样 遗漏最后死掉了 死掉了最后什么 病人来找你 为什么你进去什么都没有干 就取了个活检最后死了 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碰到 夏季夜 送到我们这里来就 这种病人 什么有没有干 就取了个死吗 活检 一遗漏到他那里花了什么50万 又到我们这里花了100万之后他死了 你说他扯不扯皮 他当然扯皮了 是不是 所以扯得不可开销 因此大家的男同学一定要注意了 在这个时候他一线跟其他的地方的这种牛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既可以长到外面 那么这个时候你运气比较好 OK长到外面那很简单 假设他长到一千四十里面 特别比较小的时候 你甚至在书中都会误诊 所以这个时候前置之间一定要跟病人说 讲清楚 即使我给你抛肤探查书中看到了 我也不可能把他什么百分之百 再给他什么不误诊 所以这个观点一定要跟病人说清楚 不说清楚 他说刀都给我开了 斗子都给我打开了 又没给我搞成什么事 最后还给我搞那个遗漏 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我们进行下观 进行下观就是这个一线 这个一线癌啊 癌种还取下来了 放在H1染色底下看 那么上进的内心就是线癌多尖 好了大家准备去啊 我们直接一次要求大家掌握的这些癌症 只要是肚子里面这些癌症 除了肝癌症肝癌症肝癌多尖之外 其他的都是以腺癌多尖 大家看看结肠癌大肠癌小肠癌胃癌 以腺癌你看看都是不是腺癌多尖 只要是什么 只要是什么 这也是当然要求你掌握的这些什么 都是这些癌症都是腺癌多尖 出来一个肝癌以肝癌症肝癌 占百分之九十多尖之外 其他的都是腺癌多尖 你这样经历不是都记得了吗 所以这个人的以腺癌也是以腺癌多尖 就是腺癌最多尖 还有什么狼腺癌 年腺癌 实性腺癌 这比较少尖 其他的少尖内心呢 包括胃昏患癌 多性腺癌 凌状细胞癌 都可以有 但是比较少尖 这就是他的病理变化 不过这个病理变化 其实目前为止都没考过大家 好了 第二个大家要掌握的是 扩散或掌印的头巾 在早期 以腺癌的早期 可主要是直接蔓延 他宁静的脏气去 他的宁静的脏气 你看看 这是他的宁静的脏气 这是整个乙线 宁静的脏气 有十二指肠 他可以压迫十二指肠 导致长跟住 也可以压迫 鱼头还压迫 是往胆肿下滩 导致胆肿更住 一黄胆 在中期呢 在中期 大家注意 这个研究生考过 你们没考过 他主要经过门禁脉 在干的转移 所以干 是他最常见的转移部位 所以他又可以这样考虑 一个一下的病人 假设是 进行血道转移 转移到哪儿去 转移到肝肠里面去 经过什么头筋转移 主要经过门禁脉 转移 头筋转移到里面去 好了 第晚期主要激化 护腔神经虫 大家注意 这个护腔神经虫 激化了这个就很痛 所以 一线癌的病人 在晚期的时候 都非常痛 为什么 他激化了神经虫 天天刺激神经 所以那个痛是 救命一样的痛 所以很多一线癌的病人 最后难以忍失 跳楼 他宁愿去死 死都不怕 怎么样 他也不活着了 太痛了 特别是晚上 护腔神经虫 一到晚上 那整个病房 就听到一个人在刚刚叫 啊 医生他救命 医生救命 然后 你就不停地跟他打多人精 打马飞 打多人精 止痛药 打到最后什么 都成瘾了 我们一个病人 见到的最多的 一天打25只多人精 就不停地打 半个小时一次 一个小时一次 都这样 为什么 他就是护腔神经虫 痛得他受不了 所以这是晚期症状 好 换过来说 假如一个病人 无命前又一定出现 晚上痛得要命 痛得他想跳楼 背后痛 后背痛 那么你考虑什么 大家注意 马上看 想到是吧 是不是一线癌 为什么 背后痛 因为一线是护膜后尾器官 在1113的什么脊柱的前方 很多脊柱一排在护膜后方 所以他护膜后的什么 腹腔背后就痛得要命 特别是晚上 所以很多病人 假如说不是一头癌 一体又癌 长得很大力 牛子十几公分二十分 但是怎么样看 他还没有慌感 就不来看病 也没有什么很糊 糊痛很重的症状 突然有一次糊痛的时候 哎 晚上吞着吃不着酵 那么这时候来了 来了之后 有很多人没有经验 就检查那个 检查这个 检查了一大圈回来 误诊的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糊痛代查受心的 最后你有经验 一看 哦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和一线癌激化的浮腔神经虫 你就知道了 病情应到了晚期 这种病人去做手术 就绝对做不下来的 所以 那么应该谈 估计就是什么 一到三个月之后就死掉 所以大家什么 一定要脑在瓜子里面 有这个病 那么你才不会误诊 不然你就会误诊的 是不是 好了 我们来看看临床病例联系了 临床病例联系 这我们外科学也跟他讲的 一线癌的最主要的 临床表现就是荒胆 那么这种荒胆 常常是无痛性荒胆 假日一头癌 那么他会出现什么 酷啊 急癌症阳性 也就是说出现无痛性荒胆 进行压重 并且有 又伤肤的无痛性的担当重大 你可以出息 好了第二个就是虎痛 刚才我们说 早期的虎痛一般不重 等到晚期净反了 浮腔身心虫 那么就重了 太重了 痛得病人想跳楼 所以这个就在临床病例联系 其他的都是一些晚期肿瘤 都有的一些表现 里面是贫血 欧血便血 这些都属于消化的肿瘤都会有的 好了广泛血肠性成 我跟大家说过 乙血前列腺子公 只要长这些牛子 都可能出现高龄状态形成血肠性成 是不是 好了这就大家临床病例联系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